團隊總業基獎 一位石川中詩老師 師傅總 好 接下來呢 是我們三月份的不動產市場 趨勢已機會 那請我們師傅總來跟各位做說明 來 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師傅總 我們再次熱烈掌聲給剛剛得到獎的人 再次熱烈鼓勵 今天跟大家分享 三月份不動產的趨勢跟機會點 那因為一月一下子就過了 二月剩下半個月 三月現在又開始了 對不對 那這一季馬上就要結束了 那到底現在市場上 大家覺得現在市場上 到底對房地展示好還是不好 有沒有 這個每天的新聞報紙都在寫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我們看到一則的新聞 你的解讀是什麼 那你的屋主的看法是什麼 你的買方的想法又是什麼 這個是非常重要 當然更重要的是 我們身為房仲經濟人員 你自己怎麼講 這才是重點 好 那我們看看現在最新的 股市 其實人家說漲也知道 我股票跑進去了 可是我告訴各位 如果如果漲也知道 股市要什麼時候進場 不是現在在討論 在一年前不到一萬點 就那個疫情之前 有沒有 那時候各位看一下 再來半年前 半年前慢慢有上來 再來都是紅的 三個月前 再來 有沒有一個月前 端 就剛好不完年 差不多 然後呢 下來 很多人呢 可能愛紅片也 準備糟糕啊 可是今天呢 是不是要稍稍回 大概在一萬五一萬六這主流 那很多人就在講台積電 台積電到底可不可買 六百多點 其實台積電真的股價是在三百多點 那有時候台積電有可能到六百八百一千 那你要從哪裡進場 那重點呢 其實告訴各位的是 股市跟房市其實都有連帶關係 股市很好房市會不會不好 不會 可是股市各位看啊 不要講太多 萬一它跌到真的 跌過萬點 房價不用講 就下來了 不要想太多 就是往下走 所以大家同意有沒有看到 現在其實很多的不動產 屋主都賣了幾年 三年五年啊 我曾經有個屋主賣最久 賣到十五年啊 請教在座各位還在嗎 我一定呢 還好我還在啊 賣了十五年真的才賣掉 而且賣的價格是 越賣越低不會比當初還高啊 這是你確定的實施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一些部分呢 房地產相關 其實接下來還有更夯的議題 各位說是哪個議題 也有誰猜得到 就是吃鳳梨 是不是這樣呢 接下來大家是不是開設要來買鳳梨 那這邊我要告訴大家 吃鳳梨之餘 我們也讓我們自己的業績 旺旺旺來 打開中還綠 好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師傅總 每次我們師傅總在講的時候 我發現都沒有人在睡覺 我也沒有人在睡覺 好 唉唷 謝謝 好 好 好